这是个民风淳朴 与世无章的沙漠小镇 最严重犯罪 也只是村民斗殴 两起一天重重的谋杀案 打破了小镇的宁静 与歌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为你们介绍一部 让我感觉受到导演云诺的双重反转悬疑篇 故事发生在印度 与巴基斯坦接壤的边境村庄 1985年的某天 一位兽小伙唱着歌 在树上砍草未扬 却突然被一枪射了下来 随后枪手割下着他的耳朵 另一边女孩巴比 明天就要出嫁了 决定好好利用金钱 与新上人的野地里偷婚 此时两辆吉普车进尊 一群持枪分子 二话不说杀了巴比的老爸老妈 抬走了家中几大乡的东西 听到清晰的巴比 看到了从村中舍离的吉普车 他是这个村庄的警探 询问案情时 巴比没说偷钱的事 谎称灯满却寺苗祭拜 回来爸妈就死了 如今架子都没了 这可咋活 再问其他事 就一问三不知了 胖警官从巴比闪烁的眼神 看出他在说谎 并隐瞒了重要的事情 警探推断 老两口的房子 是用来藏族的仓库 这群土匪偷走嫁壮 只是为了掩盖真相 另一边 一位帅气的陌生小伙 嫁出来到村庄 小帅想雇个十字的人 进城邦的工作 当地人将有知识 有文化的大壮 介绍给了小帅 于是小帅敲响了大壮家的房门 开门的是大壮妻子 他表示 丈夫再有五六天就会回来了 小帅听后没说什么 转身回去 此时 一个凤云麻发现了 影片开头那个被枪杀的兽小伙 他被切去的耳朵 舌头 被折磨至死 究竟是谁如此残忍呢 警探从死者前包里 找到了他的照片 到这里有名的小吃店打算休息 恰巧遇见了脸生的外地人小帅 胖警官以借伙为由探得口风 小帅却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老板告诉警官 小帅是位古董生 每次来都躲在角落看报纸 很少说话 随老板根据照片 认出了兽小伙死者 明教兽苏 尚姐对这个案子十分重视 命警官尽快抓到凶手结案 他还想惹着这个案子 伤着压心呢 没过两天 小帅又到大壮家敲门 大壮媳妇阿美表示 丈夫还有一两天就回来了 为了让丈夫得到这个工作 阿美请男主到家中做客 两人简单聊了两句 临走前 阿美再次恳求男主 一定要雇佣丈夫 此时大壮与他的哥们小胡子 已经坐车回来了 他俩没有直接回家 想先到小吃店补充点营养 在此休息的小睡 听到了老板喊儿的名字 却没有上前与大壮谈工作的事 他俩还有个哥们阿丹 要挽脚才回来 此时我们才知道 被害的兽苏 也是他俩的好友 这四人关系很铁 两人来到警局接受询问 大壮狡猾得很 明明和死者兽苏是好朋友 却轻描淡起的说 自己和他其实并不熟 已经和他好久没见过面了 警探又问二人 兽苏是否是个毒 一般毒贩会残杀出卖他们的人 或许也想接这次机会 警告死者另三个伙伴 大壮谨真的否认了此事 大壮盗家后 从村民口中得知了小睡的事 将男人往家里带 将阿美揍得满脸清 但当听到男主开的架后 大壮的表情很快变了 狮子大张口 将2000卢比的工钱 提到了5000卢比 里边有2000卢比 是名誉损失费 男主听后 二话不说付了他一包定金 这会儿本身有三个人干 但大壮急着瞬间 便没等阿丹回来 次日一早 便与小胡子一起开开心心上了车 美丽的媳妇阿美 目送三人离开 两位警员 带来巴比的心上人 逼巴比说了实话 原来灯满青沙双家的土匪 在门缝里塞了纸条 尚且不许乱说 否则死无全尸 巴比就是被这个吓到了 如今也只好道出实情 土匪共有六人 其中一个是邻村的人 他们搬走了家中的反磨箱子 此时小帅也载着两人 来走一座废弃堡垒 让小胡子和自己去取一趟东西 中途却扼住小胡子的喉咙 将他弄约后绑到了一个房间 此时大壮来找他哥们了 小帅一看正好 用大摩棍将其击云 把他也绑了起来 另一边 警团发现了土匪的两辆吉普车 驾车便追 土匪们也狡猾得很 两辆车分头行动 驶向两边 探长跟上一辆车后 发现土匪车不见了 牛里一看 车都从身后撞了过来 双方展开了接着的枪阵 最终成功射死司机 土匪的吉普车翻了车 炸得粉身碎骨 土匪投得气坏了 派手下摩托哥 给警察家送了一封威胁信 盈盈又让探长血债血城 却不知警察的儿端脑力过人 寄信那辆摩托的车牌后 警方很快找到了宋先生的车主 他道出 巴比的父母是就哈尼的人杀的 哈尼曾是巴基斯坦军人 现实名毒贩 巴比的父亲是他的中介人 后来哈尼发现 巴比把背着卖毒品 便做掉了他 但死者受诉 并不是哈尼的手下 摩托哥说 他不是帮的人杀的 他们不会用那么残忍的手段杀人 另一边 小水来到大众家 对阿美谎称 你丈夫大众现在得理干活 他同意将阳台式的房间租给我住 阿美一听挺好 有钱不赚排不赚 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随后小水又来到关押大众的地方 将钉子钉进了他的脚掌 疼得大众嗷嗷叫唤 随后又顾忌重施 用同样的方式招待了小胡子 对二人进行了残酷的刑法 这多大愁多大愿呢 晚上小水回到大众家的住处 阿美端来了吃的 小水一直盯着阿美的项链看 这时警探来了 男主也没有避讳 出来与警探见了面 说自己精神的古村采购古董 在运去德里卖 警探试探小水 你有没有想过拓展业务 比如到巴基斯坦引进鸦片 藏在古董里 还拿出了寿司的照片给男主看 男主表示不认识 见问不出什么 警探只得告辞 让小吃店老板盯着点小帅 小帅对大壮的酷刑还得继续 大壮甚至提出 把自己的土地送给小帅 小帅仍不为所动 掰装了他与小胡子所有手指 并割下了小胡子的小纸 取下了他小纸上的戒指 放进首饰盒中 与一堆钱一起 装入了一只大皮包中 此时F的最后一名成员 阿丹也回来了 得知另两个哥们 背着自己进城赚大钱去了 他也想分一杯羹 接下来小帅的工作 上了他的车 阿丹比两个哥们聪明点 车开的中途 就意识到不对劲 小帅只吼中途 一个急刹车 将其放倒 将阿丹也绑在了废弃堡垒之中 前往大壮家途中 小帅遇见了警探 警探明显不信 小帅是孤独生 于是小帅给他看了 自己的口骨质 家教上的名字 也与小帅所说一致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警探不好再说什么 偷偷抽下了小帅家的住址 深夜 小帅从身后轻轻抱住阿美 想和他发展一下 阿美被吓跑了 毕竟是有夫之妇 怎搞得唯唯人伦之事 第二天一早 小帅又来到堡垒 这次往三只铁桶里 各放了一只老鼠 将它绑在美人胸口 在铁桶前点着火把 疯狂的老鼠 开始疯狂挖动 晚上阿美主动走进小帅的房间 他终于想通 躺到了小帅的身边 小帅却先摘掉了他脖子上的项链 然后才与他管了床单 再看堡垒里的阿丹 由于他的脚没被盯住 凭借八块大斧肌 一段乱晃弄掉铁桶 从绑绳中挣脱了出来 一拐一拐地向堡垒歪逃去 第二天小帅来到堡垒 发现阿丹不见了 走出堡垒寻找 没走两步 便看到了奄奄一息的阿丹 准备进来拖回堡垒 却看到了旁边的凤阳马 这可是个目击者 小帅一路狂追 凤阳马一路狂逃 是帽子也掉了 鞋也不要了 最终不慎跌下山崖 连小面都丢掉了 男主经阿丹拖回堡垒 临上汽油 一把火送了他盒饭 警探与胖警官 很快赶到凤阳马死的地方勘察 警探很快找到了娃娃的鞋子 却没找到尸体 准备进一步勘察时 宝磊那边突然输了一枪 警官当场两回饭 是一名持狙击枪的人 站在石盾中拘杀了胖警官 他一定就是来报仇的独老大哈尼了 警探冒着枪林弹雨 跳上前来接应的车子 逃离了这里 小帅告诉阿美 自此工作已经完结 明天就要走了 阿美听后立马扑上来 要和他一起走 这一幕却恰巧被阿丹的妻子看到 他感觉不对劲 找到警探说 自己丈夫走之前啥都没带 警探拿出兽苏的尸体照片说 如果你再不说实话 你丈夫有可能和他一个下场 丹妻只好到处 十个月前 阿丹和兽苏买了一块地 瞒着大众和小伙子种哑片 警探很快留到阿丹 买进的那个房间 经过一番搜寻 在一个信份上 找到一封兽苏从德里寄来的信 与小帅的地址完全一致 此时我们才知道 兽苏就是被小帅所杀 一年前 兽苏在德里为小帅工作 染上毒瘾的他联合三个哥们 大众小胡子与阿丹 上门盗取小帅家的财物 将小帅家写接一空 偷渡一半时 小帅的妻子 女主人突然回来了 让我一会儿再继续故事 小帅帅带着大众的妻子阿美 离开了大众家 另一边 警探找出了小帅的笔记 里边夹着一张 女子惨遭蹂躏致死的新闻 后边还有守护的人形图示 堡垒位置 以及小帅妻子的照片 当时他被几名上门强盗 一起按住 被绑了起来 警探一猜透 是小帅策划了这起复仇 火速前往堡垒 另一边 小帅拿出妻子的遗照 给阿美看 阿美问的是谁 小帅没有回答 他永远不会忘记 自己在那天回家后 看到的一幕 另一边 毒贩哈尼发起了酒叹 开始实施疯狂报复 看着这儿 脸毛的语歌我才明白 合着小帅和毒贩哈尼 是两个人 小帅将阿美 带到他奄奄一起的 丈夫大帅面前 原来阿美脖子上的项链 是大帅从小帅妻子 那里抢来的 当时大帅肩恶了他 完事后 还抢走了小帅妻子的 耳环和戒指 随后活活打死他 寿司就在一旁看着 小胡子且求原谅 称事发间 他们吃了鸦片 所以才失控 小帅却一枪送了他盒饭 随后临身汽油 一把火送了 最亲手的大壮盒饭 此时警探终于山神来之 小帅以一副大仇得报 生无可恋的表情 有心想自首 却吃了为夫报仇 心思的阿美一枪子 小帅临死时脑中浮现的 仍是那难以忘华的梦魇一晚 警探为小帅盖上了衣服 随后找到了凤阳娃 原来娃娃没有死 小帅帮他留身后 将他暂时收留在了这里 一转眼六个月过去了 如今阿美已怀了孕 至于孩子是谁的 咱也不知道 日子还得继续过 看他的表情 好像还蛮开心的 《威情普什卡》 是奈飞2022年5月上下的 印度犯罪惊悚片 该片节奏较为缓慢 将很多镜头 放在了展示美丽风景 与当地村民的人物特写上 若没有剧情推进 倒是有点相识一部 展示印度风土人家的风景纪录片 除此之外 影片大有误导观众之嫌 开头的梁起命案 完全就是两码事 巴比的老爸 私自贩卖哑片 得罪了毒老大 遭到灭口 小帅为妻子复仇 以彼之道还食彼身 先到了引狼入室的家贼寿苏 后又向其他三位 杀切凶手疯狂报复 这明明是两个不同人犯的案子 却非要放在一起说 让观众误以为幕后凶手就是毒贩老大哈尼 而恰巧哈尼与小帅都胡的拉差 长得十分惺惺 连宇哥我都误以为是同一个人了 只有又有F4中哑片的剧情 若不是这故事本身并不复杂 宇哥我还真有点看盲圈了 不知道这是导演有意为之 还是巧合 我更偏向于有意为之 导演似乎想设置双重反转 第一重反转 小帅对四人用酷刑 实际上是为了替妻子复仇 这个我们大家多少都能猜到 而小帅并不是毒老大货毒贩 他的确只是个古董商 我看到一小时三十分钟时才明白 这第二重反转 着实有点愚弄观众 为了反转而反转的感觉 让人有点不爽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吧 不甘不易 喜欢这部视频别忘动动小手 长按点赞鼓励一下宇哥 给我更多坚持的动力 词词